我想在担任军人的过程中 能够到学校及训练中心受训 应该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马上能抛开部队的勤务及业务 整个就是爽 当然啦 你在部队一定是表现不错 才会得到长官的健报 前往受训 所以要爽可以 一定要表现良好 工作认真 才有办法达成的 那我受过非常多的训练 包含了专长教育 及进修教育等等的训练 累积的时间应该有超过两年 首先我想先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送训人员选定是依据什么 我服役那么久 我还真的无法了解 长官的考量是什么 应该说每个长官考量差距非常大 你们应该有看过一种是 一个还不错的专场训练 结果到最后 去受训的人 竟然是一个全赢 最没事也没有业务的爽人 或是营长直接下达命令说 找一个公差派训就好了 还有一种更夸张 营情报官 没有情报相关证书 结果最后营上派训练官 去受情报训 这些情形在一般部队 应该经常发生 我还是建议各级主官 应该按职缺专长 及预划派职 见报适合人选参训 以符合公平及经管所需 那因为我自己的受训总时间不算短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受训过程中遇到过的事 第一 教官本职学能不足 我自己担任学员的时候 一直有一个原则就是 教官不应该把错误的内容 及资讯传授给学员 因为这或许会影响他一辈子 或是去影响他的部队 他总要回去教人家吧 我想每个学校或训练中心的教官 要不你就是学术理论非常强 要不你就是部队食物及技能非常强 才会被临选到学校担任教官一职 到了学校担任教官 你必须把理论与食物相结合 融会贯通 因为有来自不同单位的学员 你无法了解他们知道的有多深 只能强化自己的本职学能 以提升自己的教学品质 我在受训的过程中 教育了非常多的教官 从上校到士官都有 这也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军中的很多事物都是经验的累积而已 希望所有教官都可以把最新最正确的资讯 传达给每一位学员 第二愉快的外散时间 为了调剂学习的苦闷 受训学员每周都有外散时间 放松一下心情 迎接更艰深的课程 出去吃个饭逛个街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一直不懂的是 为什么班上总有人会找人一起去吃饭喝酒 或者是唱歌喝酒 好像外散没有喝酒就少一位似的 而且我受训的各个班队 几乎都有这样的状况 那你出去喝就算了 常常在营内或营外发生了军纪案件 遭到了退学 影响了自己的名誉及噤声 这样真的划得来吗 我自己遇到过最严重的酒后重大案件 是在KTV 外与当地人发生口角 进而引发了群体斗殴事件 多位学员经由医院包扎后返校 轻轻的一句不小心跌倒 就什么事都没了 学校及对职官真的完全保护学员 这样说你们也信 我还是建议外散时间避免去喝酒 以免造成个人学校及部队的困扰 第三作弊会被退学吗 大家到学校去受训 应该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试及阶段考试 目的就是要验证学员对课程的吸收程度 这些考试会不会有人作弊呢 我想一定会有的 有些人可能背诵能力比较不好 有些人可能投机取巧 有些人则是害怕自己无法外散述 或者是顺利截训 挺而走险 违反考试规定 选择以作弊来面对考试 各学校对于作弊的学员处置方式不尽相同 有的是退学 有的是行政处分 有的是发工函到员单位等等 我个人在担任对职官的时候 也抓过一个学员在每周小考时作弊 我坚持把他退学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荣誉你都不要了 你要学历做什么 第四 职务服从还是官阶服从 在我担任学校对职官的过程中 也接过不少中上校的长官来受训 其中某个班队学员长是一个中校 学员组成是从上士到少校都有 为期六周 这位中校为了展现他的能力 多次与大队长争执环境打扫区域 有次我利用时间跟该班对说明学校分配环境区域的考量 近朝那位中校回呛一句 我们是来受训的 不是来扫地的 我想他应该不知道我的个性 我就给他一句 我是队长 我下达的就是命令 你不做就是抗命 过了两天 那个中校摸摸鼻子 自己申请退训 你的官阶大 我绝对可以尊重你 你可以侮辱我的官阶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职务 第五 我们是来受训的 还是来出公差的 我想有受过训的人 对于这一点 应该有很大的感触 在不孝受训的时候 那个后三 我不知道去过几次 数不清了 我也知道对职干部人数不多 学校的场地工作那么多 全数由对职干部去完成 也不可能 运用学员一同完成 才是最明智的 为了那张解训证书 偶尔出一下公差 也没有什么 但是可以不要完全占用 我们的体能活动 和晚自习的时间吗 至少让我们先跑个步 看个书吧 完全占用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你说主官运用时间 完全去出公差 我没有意见 因为主官可以自行运用 其他的时间 还请对职官能多多 为我们考量一下 第六 教官你可以好好上课吗 去受训通常都有很多的课程 大部分的教官 都是很认真在授课 有的时候课程比较单调 讲个笑话 或许能改变一下 当时的气氛 但是你有没有遇过一种教官 离题就算了 一下讲他家里怎样怎样 一下子又批评政府 一下子又说新来的这个校长怎样怎样 然后终生就响了 教官只丢下一句 讲义自己回去看一下 有问题就来找教官 如果讲义自己看得懂 我们还要教官干嘛 然后回部队授课的时候 连长说 这你不是有去受训 你怎么不会 对啊 有去受训啊 但是教官没有教 那因为现在很多的课程时数都在缩减 教官更应该利用谨慎的时间去完成授课 不要再讲一些有的没有的了 第七 休假到底要回报几次 我真的不懂 学校跟部队不是都一样吗 为什么部队休假只需每日回报一次 在学校休假 却要每日回报两次 有的学校甚至要求要三次 不是大家都是自愿意了吗 应该标准要一样吧 统一在晚上回报会诊不就好了 建议学校能统一回报制度 你受训的时候遇到过什么事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以上是我今天的怪物talk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大家对国君基层各项事物 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麻烦帮我按赞订阅 并分享我的影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